今天我們把上禮拜這個部分開始接下來 上禮拜我們說採購單 採購之後你要進貨 採購要進貨 進貨我們可以用採購單當作一個前置資料進來 叫做進貨單建立作業 作業完以後是把你要採購的數量抓進來 然後你要做一個驗收 我上禮拜講這是一氣呵成的東西 你只要做進貨單建立作業 這個建立作業 一做的時候 馬上做完以後 你不能按那個看起來像確認的 那個按下去就變成結案 所以你要進來做進貨驗收 驗收的時候 記得上禮拜很多同學 在驗收這個地方做錯了 做錯了 那個吳彥均你記得嗎 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地方是要做什麼 你進貨驗收的時候要用什麼方式來做 通常建立作業都用新增 那驗收的時候它是什麼 它用修改 修改以後才能夠把數量做一個修正 修正之後沒問題 意思是如果通通都是合格 那不用到驗收就不用修正 如果說是修改之後變成驗收 驗收之後就是馬上要變什麼 驗退 驗退你就要到驗退的建立單作業 然後你會在裡面點出來 只要你給單子你還是可以選擇 選擇說到底要退多少完成了 好到這裡是上禮拜做的 驗退是驗收以後驗退 這是特別講的 我們上禮拜特別在講 來我問一下一個同學 曾家榮 我們上禮拜 我們說這個地方是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入庫之前 還沒有到倉庫的時候到驗退 還沒進去 那進去倉庫以後呢 如果說已經進入倉庫了 進入倉庫的時候呢 他就要另外一個 他叫什麼呢 在我們課本的第五至六十四頁 他叫做進貨退出 進貨退出 那我們先把進貨退出的部分告訴你 很快速的告訴你 很簡單 在五至六十四頁 我現在把網頁轉過去給你們 我把頁面換過去給你們了 五至六十四頁 五至六十四頁談的是什麼 進貨退出 許大哲你的開了沒 好 進貨退出 看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你要做的時候 進貨退出 在我們的結構裡面 在我們整個系統裡面 進貨退出會在哪裡 會在 因為你進貨嘛 這裡面到現在通通是採購的 所以你要在哪裡 採購單裡面 它是怎樣 它是一種日常異動對不對 是一種日常異動 所以進貨退出會在這裡面 進貨退出會在這裡面 那我們看看 採購裡面 日常異動有一個進貨退出 進貨退貨單 我們看看退貨單在哪裡 這裡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退貨單 在這裡有退貨單 看到了 好 我們按這個退貨單 建立作業 進來以後 在課本的五至六十五頁 同時看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一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新增 單別一定要先給 是退貨單在這裡 看到 退貨的時候有兩個情形 上禮拜特別講 如果它是不能用 真正要退就叫退貨單 那如果說我折價 一點點小差商 沒關係我可以用 那我們就用折讓兩種 你可以選這個 當然也可以選這個 你看我選這個的結果是什麼 它這寫 配銷退貨單 如果我再改的話 假設要用折讓 我用折讓單 它就會變成折讓單 看到沒 同樣一個單子 同樣一個單子 我這邊可以用折讓 也可以用 現在因為我已經確認了 所以我不要改了 那如果用剛剛講說 我們先用 先用什麼呢 先用退貨 先用退貨在這裡 退貨呢 退貨呢 一樣的 供應商 假設我現在用 我們課本上的例子 課本上的例子 供應商是誰 是冠軍公司 假設我用冠軍公司 來看這一個案例 接下來它通通抓出來了 資料就出來了 你們要檢視一下 發票 這也沒問題 其他資料都 單別還沒有 還沒有出來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裡找 我可以在這裡面找 那找的時候品名呢 也許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記得每一個單子都有來源的 我可以從這裡做 進貨單別 我可以從這裡找 比如說找這一個 找這一個 341 它就會把原來進貨的單號 進貨的序號 採購的單別 採購的單號 採購的單號 這些通通帶進來 不要忘記了 現在我們是在做什麼 退貨 所以你看這裡 最前面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叫退貨 其實這個形式有 退貨跟責讓 現在是退貨 如果退貨 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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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呢 它就完成了 然後按一個儲存 然後按一個儲存 儲存之後呢 你再看一下 這裡面今天會有一個這個 配銷退貨單 然後確認 看一下就合了 那就退貨就完成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譬如說我現在呢 我要修改它 我在這裡改 修改 然後呢 我在這裡改成責讓 責讓的話呢 你要記得 責讓的話呢 數量就不能去動它了 因為責讓 責讓的時候倉庫的數量不變 只有什麼 價格會改變 對不對 好 我在這裡呢 直接把單價 責讓的價格打上 像你們的案例裡面 責讓500塊 你們的這個 書本上的例子 那你再儲存 就完成了 所以在做一個確認 做一個確認之後呢 它就已經把責讓單都做好了 消退單也做好 責讓單也做好了 這是一個整個的過程 很簡單的過程 那還有呢 如果說你做完以後 你要做報表的時候呢 有一個報表可以看 看哪裡呢 在採購系統裡面的報表 報表裡面有一個 叫做什麼呢 叫做 我們有一個表叫做 廠商進貨明細表 在這裡 廠商進貨明細表 在這裡 因為我們是退貨嘛 所以我們看廠商進貨明細表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區間的方式來看 或者用日期比較簡單 我們用日期來看 今天的日期 然後呢 即時報表 按一下就好了 也不用到那個去看 如果你確認的話 一定要在這裡看嘛 我用即時報表 它就產出了 譬如說這裡面就寫 五至六十六頁 五至六十六頁 剛剛這裡面都有資料 五至六十六頁是這個 好 你把上一次五至六十二頁 還是五十六十幾 上禮拜我們做到五至六十二頁 五至六十二頁有一個作業嘛 做完以後呢 你做五至六十六頁 這一個部分 用驗 我們這個叫做 我們現在這個叫做什麼 進貨退出 進貨退出的部分呢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把我們的入倉庫以後 不合格的再課回去 或者用折讓的 這個習題給你是折讓 你直接把折讓的金額打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先做這個練習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做下一個進度 是什麼進度呢 是退 真正叫做 在那個 五至七十頁 真正是銷貨了 到現在為止呢 是買進來 這是買進來的 所以買進來的話 是在採購 這個整個都在採購 採購系統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完了以後 接下來我們講說 銷貨 銷貨是賣出去的 等一下我們講銷貨的是賣出去的 那賣出去的話 當然就是從訂單系統來做了 這是採購系統做的 等一下我們會到訂單系統去做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部分還給同學們 你先做一個練習 好